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一不小心当了皇帝 当了皇帝后朱元璋知道江山要想守住 靠以前那一套军营中的规矩自然不行 必须要用另一套律法来维持大明帝国正常运转 所以他就着手准备大明律 光有大明律还是不够 朱元璋也听过前朝的历史故事 知道历史上王朝的覆灭 大都因为皇室后代不争气 他们不仅不学习还搞内斗 加上外戚专权就将国家完完 所以朱元璋又弄出一本皇明祖训 给皇室所有的子弟学习 也用来给后世子孙立规矩 但凡大明皇室中人都必须严格遵守此书中的规矩 不得有丝毫违背 朱元璋没想到 这本书却为朱棣造反提供了借口 皇室祖训是在洪武二年进行准 为的当时朱元璋下令全国精通法律的人都可以报名 然后经过层层选拔 选出编写团队 前前后后用了四年的时间才得以成书 这本书草里是由编写团队完成 而后交给朱元璋审核并修改 正是成书后 朱元璋又命里不出版许多本书 将书发放到每个成员手中 当时这本书叫《祖训录》 这是最开始的名字 祖训录释迦法也是劫持 皇室子孙可以说人人畏惧此书 至少在朱元璋一招 其皇室子孙都微微缩缩 不敢放开手脚做事 因为他们怕朱元璋 可朱元璋为了这本书可谓担惊截律 他将每一方面都考虑到了 包括如何持守 如何节俭 他不允许皇室成员有任何浪费的现象 而且皇太子一旦犯错 惩罚更为严厉 更严格的是 他为了防止后妃干政 不让后妃全见臣子 总之他将能想到的都写在里面 皇宫里所有人都叫苦不迭 对于正在长身体的话 此而言 以前可以吃的饭菜 现在都不能吃了 他们十分沮丧 朱元璋晚年更是做了一件决绝的事 他将自己二十多个皇子都发配出京 到封地上担任方王 一来不能与太子争夺容易 二来替未来的天子镇守住各大重镇 其中他对燕王朱棣尤为青睐 直接把他发送到北京守城门 任谁都知道京城是蒙古人青睐的地方 动不动来骚扰 而燕王表面看封号封光 手握重兵 实际就是给未来的天子当肉盾 跟蒙古人对抗 他的死活就跟朱元璋无关了 朱元璋没想到朱镖突然病死 是让他痛哭流泣 因为他好不容易培养出的接班人 竟然还没活过他 没办法 他只能让朱镖的儿子朱允文成下一任皇帝 又大力培养朱允文 朱元璋以为朱允文只是善良心软 有人辞之心没关系 起码还可以做人君 但没想到朱允文又傻又笨 城府没有而且还要强出头 刚上尉就要做出政计 他的第一件事就是萧帆 虽然一开始没动燕王 先拔掉弱小的周王 但燕王知道朱允文最大的目标就是他 他燕能坐着等死 燕王心想 开玩笑 老子不想当皇帝就不错了 这就是顾念舒直心情 你还不给活路 如果朱允文老是听朱元璋的话 遵守皇民族训的话 作文江山不成问题 但他根本不管书上怎么叮嘱 反正朱元璋死了 也干涉不到他了 一番思索下 朱允文掀起了一场消贩运动 朱棣是想造反 但造反必须有理 出兵得找个借口 才能说服天下读书人 否则他们在书里乱写乱话 说朱棣是篡位的小人 那怎么办 出兵最好的借口是清军策 但是这个借口太老头 得再找个借口 于是燕王将目光挪到皇民族训上 他不断翻阅 终于找到一个出兵的借口 如朝中吴正臣 另有奸恶 则亲王训兵待命 天子觅照朱王 统领阵兵讨平 知 燕王想 祖训都说了 亲王可以出兵平之 所以燕王出兵这不算谋反 这是尽忠 朱棣又找到一句话 后世子孙不能变更祖宗执法 这么说皇帝也有错 他变更了祖宗执法 就是逆子 他不配做皇帝 祖宗不要他了 于是朱棣迅速起兵造反 打仗朱棣驾轻救赎 几次大战消灭了朝廷主力军 建文四年攻下英天府 最终夺取地位 而建文帝在一把大火中不知去向 朱元璋聪明一事 却没想到人算不如天算 他栽在自己过于缜密的心思上 栽在自己的城府上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